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5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国7月15日公布第二季GDP增速为6.2% 创27年来最低 自从三年前官方权威人士称经济将是L型走势 目前经济仍未见底反弹 另外 对经济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人存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推特点评中国经济 称关税战成效显著 并表示中国急于要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宏观经济数据 第二季度GDP增速为6.2% 这是自1992年开始记录GDP增速以来最低的一次 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已经减为6.4% 但第二季度6.2%这个数字更令人惊醒 即使在1992年经济危机时都没有低于6.4% 同时也可以看得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了支持经济增长 北京当局已经提高财政支出和鼓励银行发放贷款 同时 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多次表示 要避免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失业加剧问题 但中美贸易战进行的同时 坏消息不断 例如汽车销量暴跌 此前公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汽车销量在6月份下降了7.8% 延续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长达一年的销量萎缩 这表明中国内需不振 正在持续萎缩 另外 物价却节节升高 中国民众较苦不迭 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推文发文点评中国经济 并表示中国急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是27年来最慢的增长 美国的关税对想要离开中国的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撤离 这就是中国想要达成协议的原因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胜勇表示 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外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加 有学者点评GDP数据发出警告 中国经济风险在增加 另外 各界对官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仍然存在 美中贸易战伴随着双方的宣传战 中共学者承认中国在这场宣传战中远远落败 自从贸易战去年7月开打以来 美国总统川普发了100多条推文 而中共政府相比之下则沉默得多 随着川普举行外国代理人法案这柄利剑 中共在美国的宣传机器气焰大消 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的经济学家于永定 7月份在人民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被美国指控知识产权盗窃的中国公司 不出来为自己辩护 他说 中国在这场宣传战中远远落败 南华早报报道说 中共领导人从来不习惯于公开发表评论 从来都是依赖受到严密管控的官媒 做他们的传声筒 但中共媒体在国际听众心中缺乏信誉 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 让美国得以主导贸易战话语权 在G20川习会之后 川普举行了70分钟的记者会 而中共官媒新华社 却仅仅发布了一条不起眼的声明 南华早报引述分析家说 中共几十年来的黑箱操作习惯 使得他无法跟上美国官员 包括川普总统的舆论公式 就在中共官员对贸易谈判内容 无紧盖子的时候 美国官员 特别是川普 不断地通过推特 媒体采访 或公开活动披露谈判契节 北京时政评论员吴强告诉南华早报 如果贸易战是一场舆论战 那么北京从一开始就输了 长期以来 中共政府在有关谈判的舆论上 几乎没有发言权 川普的一个最新动作 也给中共媒体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美国司法部的命令下 中共央视美国分台CGTN 二月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未来 CGTN将必须在广播当中声明 该频道是中国政府的注册外国代理人 美国国会也取消了CGTN的采访许可 这对中共的对外宣传也是沉重打击 在经过了一周的电话民调后 台湾国民党7月15日 周一上午宣布最后统计数字 韩国瑜以民调总平均数44% 对27% 大胜第二名的郭台铭 朱立伦总平均数约为19% 而这也代表 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将在明年1月 代表国民党与现任总统蔡英文 争夺总统职位 拿到总统竞选门票的韩国瑜 除了必须在台湾主权两岸及经济议题 与有执政优势的蔡英文竞争 寻求选民支持 还得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整合问题 针对韩国瑜在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中胜出 鸿海前董事长郭台铭发出声明表示 恭喜韩国瑜赢得初选并给予祝福 但并没有提及支持韩国瑜 也没有说明是否退出国民党继续竞选总统 除了党内整合问题 韩国瑜还得面对可能参选的 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 至今柯文哲尚费松口是否投入总统大选 有台湾学者分析 柯文哲的支持者以中间选民及年轻选民为主 他的参选将会影响选举结果 台湾媒体引述柯文哲幕僚指出 韩国瑜在国民党初选中胜出 确实会提高柯文哲参选的意愿 不过都要等到8月才会决定 另外韩国瑜是台湾首位待职参选总统的地方首长 待职参选也引发了部分高雄市民及市议员不满 担心参选会影响高雄市政 高雄有多个团体6月份发起罢免韩国瑜联署 至今已累计回收13万份联署 目前正在朝第二阶段30万份联署目标迈进 不过有大批韩国瑜的支持者 对于韩国瑜赢得国民党初选感到兴奋 有高雄的摊贩免费放送美食 庆祝韩国瑜赢得党内初选 吸引大批民众到场支持 据之前是透露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大规模裁剪 美国业务员工 之前是称 预计此次裁员将影响华为在美研发子公司 Future Way Technologies的员工 该子公司在德克萨斯州 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等地的研究实验室 共有约850名员工 华为对此不予置评 华为近期正在努力因应遭美国政府 列入贸易黑名单的影响之际 却传出美国子公司将大幅裁员 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 Future Way在德州 加州 华盛顿等 全美各地共聘有约850名员工 之前是说 华为还没有决定要采策的人数 但该公司之前预估 裁员人数可能达到上百人 华为也已让在美国的一些中国籍员工 选择要回国 还是要继续留在华为 小简是说 目前已有几位Future Way的员工 接到解雇通知 且华为可能近期就会公布 进一步裁员的消息 华为拒绝评论此消息 报道指出 商务部5月16日宣布 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后 Future Way员工与华为 中国总部员工的联系就受到限制 华为在全美约有1500名员工 主要负责贩售设备 到乡村地区的无线电信商 其他员工则在Future Way从事研发工作 华为在世界各地的员工总数 超过18万人 专家指出 由于华为依赖美国芯片等科技 因此实体清单的出口禁令 对华为的威胁最为严重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上月曾说 华为今明两年的营收 将因此减少300亿美元 华为去年的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 除了出口管制以外 华为也面临华府好几项 关于窃取智慧财产权 违反伊朗制裁令的指控 美国政府也在游说盟帮封刷华为 阻挡华为参与5G的部件工程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7月15日报道说 去年刚刚获得加拿大总督颁发的 创新奖的华裔病毒学家 邱香果7月5日 被突然从设在 曼尼托巴省温尼博士的 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带走 同时被带离的这一研究机构的 还有在那里做研究工作的 邱香果的丈夫 和一组来自中国的学生 有专家怀疑 事件或与盗窃知识产权 即向中国泄密有关 加拿大因美国要求将入境加拿大的 中国华为通讯设备公司副董事长 孟晚舟扣留 以便美国引渡回国受审的行动 令中加关系跌至谷底 即加拿大政府 7月13日证实 再有一名加拿大公民 在中国山东省烟台市被扣押 加拿大传媒 其后又报道 加国情报人员 本月5日将知名的华裔病毒学家 邱香果 她的丈夫 以及来自中国的多名学生 带离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原因是违反相关条款 当局并没有透露详情 只是说事件不会对公众带来危机 有关实验室是设在加拿大中部城市 温伯尼 是国内唯一最高级别的实验室 保存包括伊波拉在内的最知名病毒 邱香果和她的同事 因发明伊波拉病毒治疗药物 赢得国际生育 去年货班加拿大总督创新奖 邱香果来自天津 1996年到了加拿大 丈夫一时生物学家 在同意实验室工作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指 邱香果涉及的违规事项 属于行政问题 将迅速解决事件 强调没有任何人被捕或软禁在家 边境服务局则拒绝证实 是否有人被捕及受查 有专家怀疑 事件或与盗窃知识产权 及向中国泄密有关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暂没有评论 在美中贸易战持续一年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据路透测算 中国城市房价6月年增10.3% 为5个月来低点 与5月相比 增幅微降至0.6% 显示房价开始降温 据测算 6月70个大中型城市的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已经连涨45个月 6月年增10.3% 但已降为5个月来低点 与5月的0.7%相比 6月上涨0.6% 涨幅有所缩小 路透表示 6月中国新房价格指数 共有63个城市上涨 两个持平 五个下跌 与5月67个上涨 一个持平 两个下跌的数据相比 显示房价正在下坡 中国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刘献伟表示 6月一二三线城市的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 与5月相同或下滑 一二线城市中国住宅涨幅往下 三线城市涨幅未扩 一二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 和中股住宅销售价格 涨幅都有所减 另外 受到与美国贸易战的影响 及中国国内需求放缓的影响 中国经济成长进一步放缓 今年第二季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6.2% 增速较今年首季减缓0.2% 为27年来 中国GDP表现最差的一季 路透社等外媒则引述专家说 中国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降到至少27年的最低点之际 中国政府因此可能推出经济刺激措施 预防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大规模失业 不过 分显示表示 由于政府债台高筑 中国经济又面临结构性问题 推出刺激措施的空间可能有限 以上是今天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